记者卢贤秀基隆报道,台电深澳电厂环评通过,基隆市长林又昌今天重申,反对任何伤害基隆市的方案,希望相关资讯公开,大家理性讨论,凝聚共识,基隆市议会议员徐丽丽今天在市长施政总质询,对于深澳电厂环评通过案,要求是林又昌表态林又昌重申,他反对任何伤害基隆市的方案, 电厂的市大家要理性讨论,电厂要不要改,不要简化燃煤不燃煤,电厂要改,就要选择核能,燃煤或燃气燃料,新北市政府不合法合一合二前市储存槽使用执照,至今仍违法储存,核废料都买到未来煤地方可去,大家都要点不要核废料,他说,台北市和新北市反对燃煤, 不妨对盖电厂,倾向深澳电厂采天燃气发电,只是嘴巴不说出来而已,但深澳湾或电厂,腹地都不足,没法兴建大型潮汽船靠的设施设备,要燃气发电只能从基隆拉管,走海路会经过基隆所有渔港和渔业保护区, 基隆人不会同意,走陆路市区的主要干岛都要开膛破路,相信基隆市民不会接受连又长西望台电揭露公开资讯,让大家理性讨论,才能形成共识,否则大家吵来吵去,各讲各话,并不恰当,他强调,电的问题大家都要用,如何凝聚共识,有好的方案,大家要一起努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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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